我們現在來看看Atefence怎麼做錄影 因為它本身就是做數位教材 那數位教材事實上就可以有錄影的功能 那麼各位您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這個是利用我們現成的 其實老師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說您可能教材裡面 您想要放一段YouTube影片 可以嗎?也可以啦 但是當然你要注意一下那個比例的問題 可是我們YouTube影片 如果你把它下載下來 可不可以進到這邊來做編輯 一樣可以啊對不對 你把YouTube 假設你有一段影片你是錄影的時候 你希望說我請同學看一下這一段 那把它放進來 你可以剪接 把YouTube影片就剪輯剩下你要的部分放進來就好了 這樣也OK 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來看錄影的部分 要怎麼錄 從上面這裡 您如果在主頁這個地方 或者像我們剛剛一開新的檔案的時候 你不是選擇空白的還是錄影嗎? 假設你要一開始就錄也可以 那假設我們現在 就是照這個 我已經有一個投影片進來了 那我想要再錄一些做說明 您就在上面這個地方 上面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一個錄製屏幕 看到了齁 好 那它的錄影其實有分兩種 分成哪兩種呢? 一個叫做錄製視頻 一個叫做錄製演示 現在基本上大家都是錄製視頻比較多 演示的部分 比較像是 如果說老師有教過像 比如說那個MOS 考試 TQC 那它是不是會有一個操作的順序 也就是說您如果錄影的時候 它是比較屬於互動式的 比如說你錄完了 老師先操作一次示範 然後同學就照著你的步驟跟著做 那如果做錯了 它可以出現提示 好 這種叫錄製演示 它也是抓畫面的那個概念 那現在用的比較少一點 以前有一段時間流行這種方法 那現在大部分大家就是 就是反正你畫面有什麼就錄什麼 頻寬也沒什麼在限制 也互動性就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們就用這一個按下去 好按下去之後你看 它是不是要跳出你要錄的大小 原則上這個錄影的大小會跟什麼 會跟你的設定的專案大小一樣 所以有沒有1920x1080 你可以錄下來 那你也可以直接鎖定某一個應用程式 比如說我只要錄某一個應用程式就好了 比如說老師你現在已經只想錄那個PowerPoint 那你就找到PowerPoint錄製就好了 或者你錄製網頁 這樣就不會全螢幕都錄製 看老師的需求 看老師的需求 那它自動會把那個 就是我們的這個應用程式 自動會變成這個大小 所以這個也是蠻方便的 那我現在先暫時就全螢幕錄製 第二個 您看後面這裡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把你的視訊錄進來 假設我要錄我的視訊 我就打開這個攝影機 嗯?沒抓到? 嗯?沒抓到? 咦? 沒有抓到? 好,等一下齁 現在這樣抓到我的這個攝影機 那音量 你一樣可以選擇 你要從哪裡進來 好,要不要錄我們的聲音 如果沒問題我們就按下去囉 開始 倒數了,有沒有 開始倒數了 對,所以呢 現在各位 我們開始上課了 那您看到 我們就切到這邊來 好,如果我要下午 我們要跟老師分享這一個的話呢 現在是 你現在這裡有看到我的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這個應該關掉 為什麼? 因為當我錄影的時候 也會有我的視訊的鏡頭 所以我這裡先稍微把它關掉一下 好 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要來介紹大家 線上的怎麼做剪輯喔 你可以在這邊 加入影片 加入文字 假設用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線上的 而且 這些做的事情 就等同我們現在在Active Finance做的事情 但是這樣連軟體都不用了 所以我們 這兩天下來 只會越教越簡單 怎麼辦 連綠幕都不用了 好 假設我們這樣講完了 這裡看完 這裡看完 那我是不是要結束了 結束你看一下右下角 右下角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顆這個 對不對 那我先把它拿來外面按一下 有沒有看到它的控制面板呢 那我現在就先停止 好你看看喔 它進來我們這裡之後 會自動產生一個投影片有沒有 然後把你的影片是不是錄在裡面了 好 一樣說進來 我現在說進來的 你可以先看到 剛剛的內容 有沒有都錄下來了 這網路攝影機也錄下來了 而且重點是 它的網路攝影機的畫面 跟這個畫面是分開了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因為有時候如果我要講的重點在這裡 是會被擋到 所以自己要逝去一點 要走開 要走到旁邊 好所以這個呢 你還可以做剪接 還可以做切割 你看看 它的軌道這裡 在這邊喔 我們現在來這裡 有聲音的 有聲音的 有影片的 有沒有分開 有沒有 這個是影片 然後這個是webcam的畫面在這裡 那聲音它另外獨立 另外獨立一個軌道 所以呢 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錄影是不是就方便很多 所以它有它的優點 雖然它現在是方方的 現在用習慣遠遠的 不太習慣看方方的 感覺還是遠遠的比較好看 可是它這邊就沒有辦法 但是呢 你看喔 它有 我們講過它有什麼 去除綠幕的功能 有沒有 只是這是付費的 在右手邊這邊 有一個綠屏效果 那你就直接去設定說 它的顏色是什麼就可以了 來這裡有點擋到了 在這裡 哇 這裡拉出來 有沒有看到這裡可以指定顏色 假設我告訴它 綠色是這種顏色 或是自己去漆 我們螢幕上的顏色 但是它會提醒你就是 付費功能 所以你還是可以用 只是輸出的時候 會有所謂的浮水印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針對這個顏色 有沒有這樣 稍微去掉一點了 好 雖然說沒有去得很完整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用標準的綠幕 可是 你可以看到它整個 就會自動把你套進去 有沒有感覺 那到底輸出的時候 有用到這種 付費功能 輸出的時候 會變什麼樣子呢 我們可以預覽看看 但是我怕它 輸出太久 所以我先把 我們 後面這個 影片我先暫時 還好 可能還好 我們在這邊 預覽一下好了 導出這裡 有沒有一個預覽 我們去預覽看看 那它就會真正幫你把這個 影片就輸出 好 所以我們稍微看一下 到底浮水印長什麼樣子 呵呵 來 這裡 有沒有 那這裡我要縮小一點 你看一下 有看到浮水印了嗎 有沒有 右上角有一個小小浮水印 這樣應該還 還可以接受吧 呵呵 對不對 應該不干擾嘛 第二個 老師有沒有發現 這樣數位教材 同學要自己看的時候 有沒有投影片一點 就切過去 就是它可以 完整的播放 像我們看影片一樣 也可以就是依據它的需求 那我就自己來 喔 老師講這一個講這一個 那麼 發布出去之後 它就是一個資料夾 裡面有網頁 有你的影片 還有它需要那些 JobabSweeper都幫你寫好了 所以呢 像學校那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把 丟一個資料夾上去 同學一進去這個 這個網頁 它就照這個順序去看 因為等於說它這邊 如果沒有Serve段的話 我們就變成同學下載 之後要自己解壓 說這樣反而是比較麻煩 對不對可以像這樣 那您看我們左手邊 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看到都是 換燈片1 換燈片2 換燈片3 就是投影片1 1 2 3 你覺得這裡能不能改 可以對不對 因為這樣更符合 像我錄影一樣 我錄影是 我馬上就下一個標題進去 可是如果老師覺得你 不太習慣這樣子的 操作模式 沒關係啊 我就把這個 完全做好之後 我再改它的名字就好 那怎麼改呢 你看一下 請問PowerPoint可以改這個嗎 好像也可以吧 在哪邊 在右手邊 你看你點到任意張投影片的右手邊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做一般 老師知道為什麼叫換燈片1了嗎 就是投影片的名稱 可以顯示來 所以老師說 這是章節的名稱 比如說這是講哪一個 好 我們就把這個弄進去 那這樣同學 下次他在看您所發佈的這個內容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他就直接看著這個點 那他要看播放的時候就直接播了 所以這個其實才是那個Edifender主要要做的東西 簡潔只是它怎麼樣 就是比較屬於附帶的功能 事實上他還可以做一些互動的測驗 因為他一直在做這個數位教材的這一塊 那尤其是就是變成網頁 變成網頁裡面的這種視訊的瀏覽 這樣OK嗎 所以這個部分老師可以做參考 那真正發佈的話 真正發佈是在這裡 你可以選擇HTML5 他就會幫你把剛剛 就是我們剛剛預覽的那種方法 他就會幫你放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你只要把那個資料夾丟到那樣子 那給同學一個完整的網址路徑 就可以用了 或者是說你把它壓做成一個ZIP 同學要看下載之後 解壓說打開網頁一樣可以看 OK 這個是給老師稍微參考一下 對